那么下面咱进入到今天 今天咱们主要讲解的支点 总体来说做一件事情 完成多任务 那么今天咱们完成多任务 是Python的另外一种方式叫做协程 比方说在C和C++这种语言当中 它没有协程的这个概念 那么反而在Python里边 它有实现多任务的另外一种方式 这种方式就叫做协程 也就是说Python里边三种 进程 现成 协程 那么今天咱们要给大家讲解的 就是协程来实现多任务 那么想要明白协程 我告诉你 今天你在用协程的时候 是相当简单的 就几样代码也就能实现协程了 但是呢你想明白协程这个过程 它呢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 听懂我意思吗 那也说咱们对核心的点 今天咱们最主要的 就是来去用这个东西 用几亿问题来完成协程 想要明白几亿问题 那么咱们会用到Greenlight 想要明白Greenlight 你必须先会要的 想要会要的 必须先会生成器 想要会生成器 必须先讲迭代器 它就是这么一个关键 那么如果 就这么自然的说通吧 如果有人说 东哥我只想知道 这个东西怎么用 OK没问题 你就可以直接 把这个多花的时间 听懂我意思了 就这么简单 就因为它怎么用 那就行了 但是如果你想明白 它和进程和现成 之间的一个区别呢 前面的知识 是当作来辅助你去理解的 这么说能力也了 还有一个 生成器和迭代器 以及后面 咱们还会将你一种器 叫做什么呢 装饰器 这三种器呢 是堪称python里面的这个 比较厉害的一个东西 它能完成一些特殊的效果 简单言之 今天讲的这两个器 不是特别难 后边讲的那个装饰器 那太难了 这个哥们不难 那么这个要的 Y-I-E-L-D 这个东西呢 会在面试的过程当中 会问你 这个东西干什么用 它会和return有什么区别 那么它都会问你 讲言之后 今天最核心的 你要会用g-wint 来完成做任务 就行了 听懂我意思了吗 进程 你看咱们用process 现成咱们用thread 那么斜程 咱们今天要使用的是 g-wint这个模块库 里边的东西 那么想要明白这个东西 那么我刚刚说过了 想要明白这个g-wint 是不是前面都当作互电了吧 那么最终呢 你在面试的时候 确实是人家还会问你的 不是说不问你 问你 跌代器和生成器和装饰器 在三个器给我解释一下 然后呢 人家会问你 Y-L-D和return有什么区别 最后问你 斜程怎么做的 还会问你 进程现成斜程的一个区别 讲言之 今天呢 东西呢 不是特别难 但是你有可能 在面试题过程当中 就会问你 好了 首先呢 咱们看第一个 叫做跌代器 那么看了跌代 两个字 两个字 同样你想起了什么 什么叫跌代呢 我给大家说个概念 跌代的意思啊 就是 就是快速的 在原来的版本机制上 再去添加新功能 打个比方向 创业公司里边 创业公司呢 有可能大家 没有经历过创业公司 就将来你在去工作的时候 咱就以这个话题 我稍微给你铺垫一下 其他的置点 就是你在工作的时候呢 有这么几种公司的选择 第一个 创业公司 第二个 普通的小公司 第三个 稍微大的公司 再合适一点 比方说 你学的还不错 差不多也合适 正好呢 那个公司也招人 你差不多就去了 比如说像京东啊 像360啊 像这种大公司 你有可能就进去了 不是说没有 有啊 每个班里边 总有那么几个哥们 能够进去这种大公司 但是呢 基本来说呢 差不多的一般的同学 都会进入这一般的公司 你听我意思吧 比方说一个公司里边 有几百个人的这种 一百个人 两百个人的这种 那么小公司 创业公司也有 比方说一个创业性公司 有可能就这么几个人 创业性公司 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人少 活多 所以说呢 如果将来 你想工作的时候 有什么几种选的 第一种 你是想要安逸 还是说你在未来几年里边 你想要追求一个 知识点的一个 更深入的学习 更深入的研究 如果你想追求 稳定安逸 找个大公司 听懂我意思吗 比如说你找个京东这样的 你就干好你的本职工作 其他什么都不用管 那么你的福利待遇也挺好 那么将来你的工资 每年也会找 你听懂我意思了吗 就相当于呢 这个压力不是特别大 但是也有压力 比方说双十一的时候 他京东肯定也有压力 对吧 天猫都在卖东西 京东不外 那怎么能行了 他也会在搞活动 搞活动呢 就需要新的东西 那么你们就会有一个 新的压力 在去做东西 研发东西 讲一句话 你想追求安定文艺 找个大大的公司 没有问题 做开发就很舒服了 那么如果你想要在 比方说在未来的工作里边 一年两年里边 我想把我的能力 再进行进一步提高 听懂我意思吗 进一步再提高 那么你可以怎么做呢 去个创业公司去试一试 创业公司有个特点 人少活动 我刚刚说了 人少什么呢 就那么五六个人 有可能干Python 就只有你自己 那么一说 爬床啊 整网站后台啊 数据库啊 都是你的 就懂了吗 你如果你做好了 你老大说 嗯这小好的不错 加上我发了台 我就给你一遍 分给你 又什么呢 会给你一些原始股 有可能把你就当作一个股份 给你一些股份 如果这个公司创业成功 你就是原始股的那边 持有人 讲言之我之前呢 在北京一个同事 他的一个好哥们 就是我的一个同事的好哥们 他呢原来在北京的时候呢 在一家公司里边工作 然后呢 跟了他一个某个技术型的老大 那个老大呢 领了他 就是他 当了 他属于他的这个管理啊 那么这个老大呢 就在那个公司里边 和那个同事呢 公司里边一直相处 处了三四年 觉得这个小弟啊 说的这个特别不好 特别不错 文人也行 技术也不错 OK这个老大呢 决定有一天出去创业 这个老大呢 就领着他走了 领着他走了之后 这个小弟 这个老大就问小弟 你去不去啊 我怎么创业 小弟呢 一琢磨 行 我跟着你 因为人也不错嘛 小弟觉得老大不错 老大觉得小弟也不错 OK就去了 一派即合 老大去联系那些业务性的东西 管理公司 小弟呢 负责当一个CTO 就是技术性的一个 一个相当牛叉的一个地位 懂我意思吗 技术性总监那种 那么他呢 就是在创业 就相当于拉了 拉投资 刚开始拉了几百万 后来呢 做的项目还不错 后来呢 就多多少少的和这个南方 一个叫 什么旅游 叫什么龙啊 还是叫什么 什么一家旅游公司 好像是吧 就是什么有那种 恐龙的动物员那种 好像线下也有 非常大 然后呢 这家公司呢 就找到了北京的这个创业公司 然后给他投了一千多万 然后让他做东西 最后呢 做出来之后呢 现在一直给他们做的 属于创业性成功了 创业性成功了之后的效果是什么呢 这个哥们 每年光分红 就不用上本 还上什么本 是吧 天天去 你们做完东西了吗 来我看看效果 是吧 原来你是写代码的 后来就不用下了 现在的基本就是 开的豪车 每天就逛几圈 创业性的一个特点 创成功了 你就发了 四五十年 以后跟你们的啥事都不能干 但是创业失败了呢 那对吧 原来给你画的那些 什么许愿的那些饼啊 那些东西都是假的 都是梦想 都是梦 但是的话 说过来 创业公司的这个 创业成功的概率大吗 一百家公司里边 有百分之九十会死掉 在未来的这几年里边 百分之十里边 还会有百分之九十会死掉 也就是说 在一个创业公司里边 在五年之内 最终会剩下差不多一家两家 你听懂吗 一百家公司里边 有那么一家两家创业成功 其他全部会死掉 这百分之百的 原来我在那个创业公司里边 那家也死了 到现在也死了 一提起来的时候 就是桑金的往事 我觉得我原来 我还挺用功的做了一个东西 今天也死了 也不再用了 那么对一个 将来咱们大家呢 去找工作的时候 我刚给大家说了一下 基本上就是什么特点 那你到底怎么选了 我呢 如果是我 我会怎么选啊 你怎么做 这是你的事情了 我会先到创业公司里边 然后呢 我就接着再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的创业公司 如果创业成功 你当 你拿到原始的股份的话 这个可能性有 但是概率相当低 你不能把你整个人生 都堵到里边去 你听懂了吗 五六年创业失败了 你会怎么办 上有老下 会想你怎么办 所以是怎么办呢 我一般觉得 创业公司里边 去待个半年左右 那有人说 为什么待半年 为什么不待一年 待几年 而反而待半年呢 待半年的目的是 进去锻炼锻炼 真正的企业开发 到底是怎么样子的 还有哪些新的支点 我应该具体去怎么用 懂我意思吗 锻炼一下 然后接着出来 跳槽 找一家大公司 稳定安逸生活 就可以了 创业公司 为什么不建议待长呢 你看我的头发 现在是不是比较细了 懂我意思吗 我原来头发 是比较茂密的 其实还好 现在每天 就掉十根左右 差不多 那么 这个什么呢 创业公司呀 以一挡三 甚至是以一挡 你既会做前端 又会做后端 又会数据库 又会分布式 又会什么 又会测试 又会 又会什么运维 什么都会 所以说呢 这个特点 创业型公司里边 压力比较大 有可能的 你早上起来 八点就去 到了晚上十二点 有可能还没走 你懂我意思吗 创业公司是这样的特点 待个半年左右 把技术实践实践 应用应用 然后真正得到 有一定的经验 接下来该怎么跳 怎么跳 以它为跳板 一般呢 这个 我告诉你 咱们在软件 在行的也就是这样的 找一个公司去断了几年 断了个三四年 五六年 如果这家公司的观点 和这个理念 和你相同 那么你就在这继续干 如果你看到某些人不爽 对吧 这个这个 阿谀奉承的那种东西 是吧 这个 勾心豆角那种事情 比较多 那你算了 你跳一家公司 找一个好老大 相当不错 算了最后一点 将来不管找什么工作 一定要找个好老大 否则你一定会 到最后你会后悔的 这百分之百 如果在一个好老大面前 和在一个公司里边 多两千块钱面前 我会选一个好老大 有了一个好老大 同学们 你将来你会得到什么 老大 这一车稍微有点累 老大说了 行 咱们休息几天 对 接着做 比方说老大 这个差不多一年了 你看 这个手头稍微有点紧 你看能不能 老大说行了 我将来给你争取争取 将来给你找公司 你看 老大就会这么帮你想 懂了吧 如果你要是追求那 多余的那两千块 比方说一个一万 二的一个一万四的 你去了一万四的 反而一万二的一个好老大 一万四的没有好老大 你去了之后 怎么办呢 老大说 你就做了这些东西 你还想休息凭什么休息 接着干 你还想涨工资 不行 涨什么工资 今年绩效这么低 不给你涨 给你涨500块钱 对吧 有可能是这个情况 所以说一般是我 我会找个好老大 找个好老大 要价值好几千块钱 你要明白 好了 那是刚刚咱们说到了 第二代同伴 我给大家稍微说了一点 讲了你去工作的时候 这么一个特点 创业型公司 人少活多 我刚说过了 它的一大盈利点 就是在极端的时间之内 要实现盈利 否则百分之百死 那么创业型公司 这个迭代这个词语 会经常提到 比方说 小老大 咱们这个星期 要迭代一个新版本 咱们下个月 要迭代一个大版本 那么这个迭代就来了 什么意思呢 在之前的版本技术上 快速增加一个小功能 或甚至增加一个大功能 得到一个新的版本 在原来的技术上 再加东西 听懂意思吗 这就叫做迭代 这就叫做迭代 那么迭代器 是咱们Python里边的 一种特殊的对象 就是所谓的迭代器 好那么 接下来咱就言归正传 开始讲解 咱们今天要展示这点 那么所谓的迭代 咱们刚刚大家也理解了 就是说我在原来的 一个技术上 去得到一个新的东西 这就叫做迭代 那么回到咱们的乌版图 来同学 接下来呢 我打开交互模式 咱们来看一个东西 咱们原来的大家的时候 学过列表原本 就点击合了 这百分之百学过了 对吧同学 我for循环 比方说我type in 比方说我这个地方 有个列表 112233 那么我接下来 我printtemp 那么这个temp 肯定得到的是112233 没错吧 我可以把什么东西 放到for什么什么 in的后边呢 列表 原组 这点击合 都可以 甚至是四五串 也行 就个例子 for temp in 四五串 每次都会得到一个一个值了吧 像这种四伏串 列表 原组 集合字典 都是可以直接用for的 那么是否意味着咱们原来所学过的所有的类型都可以用for呢 for temp in 100 请问这个是什么类型 数字类型 那么这个数字类型 我可不可以用for来取它里边的东西 来你看好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来 temp 来 看下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他说了 type error 就是你的类型不对 int的类型 不是一个可以迭代的 这个字翻过来就是可以迭代 也就是说int没有这个功能 就他用不了for循环 有一些能用 有一些不能用 那么什么样的能用 什么样的不能用的 团吧 如果你印后面的这个数据的类型 是一个可以迭代的 就可以用for 否则用不了 那哪些是可以迭代的呢 原组 列表 字典 集合 字典 都是可以迭代的 数字类型 小数点的都不允许 这么说能明白吗 那么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g 哪些可以用for 就看你这个数据的类型 是否是可以迭代的 那我怎么判断一个数据类型 它是否可以迭代呢 好了 大家看着 我怎么判断一个数据类型 可不可以迭代 首先 from collection collections import 然后呢 里边有个叫 interable 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 这个什么呢 是个类 这个哥们就是一个类 我想判断 我想判断某个东西是否可以迭代 我只要判断它是否是这个类的一个子类就可以了 那么言外之意 言外之意就是我想判断一个东西是不是可以迭代 只要是判断它多多少少和它有一定关联 那就行了 用什么来判断呢 A字instance A字instance的一个特点 来判断某个东西是否是某一个东西串出来的 打个比方 如果一个对象A 它是通过大A串出来的 那么将来咱们这个地方 我就把A这个对象写得着 我把大A这个类写得着 那么将来它的返回之为处 那就表明了 你这个对象是这个大A类串出来了 能列为什么 A字instance 那么我接下来我写上一个列表 来怎么办 我写上个112233 请问这是不是一个列表 我接下来写上interable OK来321 那么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它的返回之处为处 那么言外之意就说 你的这个列表 它多多少少是通过interable创建出来 你甭管是多继承 还是间接的继承那种方式 反正最终它一定有关联 能列为意思吗 那么这就表明了 这个它是它 多多少少的子孙也行 你怎么理解 那么只要返回之为处 那就意味着什么了 可以返代 OK来换一个 换一个指 把这个换成括号 请问这是什么类型 圆祖 可不可以返代 可以 那么我把这个地方 来 当然了你圆祖子点击和列表都可以 你放一个图算 ABCD 来 请问是不是也可以迪代 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再去验证一下 我把这个值换成一把 你没发现 是不是返回到Force 那这是不是就验证了 原来这个一本这个数字类型 它并和这个Italable没有关系 那并不是它的一个子类 间接的一个子类 那么最终结果为Force OK同样 第一点 如果我想在Force什么什么印的后边写上那个变量 那么到底能不能用Force来根据什么呢 来根据你印后边的那个数据类型 是否这个根据的返回值为True 如果这个根据为True 那Force一定可以用 那么否则的话 这个地方咱们一Force的话就用不了 比如说咱们刚刚看这个印度 这个100 能列为一声吗 OK 这是基本的数据类型 那么我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我接下来 想出有一个自己定义的一个类 用这个类呢 创建出来一个对象 我能不能用Force呢 来同班 看着 我把这个交互模式呢 退出来 好了 我CD到咱们今天里边去 CD到今天里边去 困了你社会站着 VM01 VM01 然后呢 速发 我的切换速发 收购 这个什么呢 这个自己 实现一个 可以 别 别 在的 对象 1.py 好了 对吧 我接下来想干一件什么事情了 你不是说你有个列表的时候 你可以infollow 你有个原子可以infollow吗 那么我现在有个对象 你注意看好了 我现在呢 通过class来定一个类 定一个类 比方说叫做class my 咱们说了类用什么了 大写是吧 class class matters 这个是啥意思呢 翻译了 同学 同学 我有多少同学了 classmatters 那么比方说这个类呢 就是object object 你加s不加s都想obg obg 然后object 他继承object 那么接下来我一概念什么事情了 我这里边 在他的init的方法里边 你仔细看 你这个过程应该都会 在init的方法里边 他有个列表 比方说就是什么呢 叫做names names 等于一个list 这个地方前面是不是一个列表 这一个属性 指向了这个列表 那么延维基 我是不是可以往这个列表里边 放入很多很多的名字了吧 OK 这就他 那我的意思是干什么呢 在这里边 我定一个方法 比方说 add add方法 那么self.name 然后self.names 然后append 然后name 那么接下来 你猜猜 这是我想干啥 我先定一个 对 我先定一个 这样一个 对象 那么这个对象 我定议了 我创建了这个对象之后 我接下来干什么呢 调用他的add方法 我往这个班级 我的同学里边添加名字 比方添加老王 YYPP 然后呢 添加王二 添加王二 然后添加李四 张三也行 张三 好 请问我现在是不是 往这里边 是不是添加很多东西了吧 什么意思呢 先创建一个实力对象 这个实力对象里边 不就一个属性 是不是它是个列表啊 那么我就调他的add方法 往里边添加属性 听不就完了吗 寄这个对象里边 是不是这个列表里边 是不是有三个字符串吧 OK 里边就有了 我的目的是 接下来你这个对象里边 有三个值 能不能通过 for name in class matter 然后把我里边的东西取出来 听懂我意思吗 我不是创建了一个对象吗 我对象里边不是有个列表 列表里边同样翻个名字 知道吗 那我能不能通过 for循环往外取呢 大家知道吗 感谢一下 他说了 class matter object is not a trouble 请问和咱们那时候 看了这个for循环 那个错误提醒 是不是一模一样吧 那么最终的结论是什么 我的想法是好的 对吧 但是你指定一个这样的 普通的类是做不到的 因为这个类和咱们的 iturble是没有太大关系 所以说它是实现不了的 那么如果咱们要是 想用for循环 让这个地方可以成功 那该怎么做 你觉得怎么做 只要保证这个german 它是这个iturble了 只要间接的能判断出来 它们有一定的关联 请问这个事是不是 就解了吧 那么不要再去考虑 用继承的方式 应该怎么做呢 如果想让你的这个类 创建出来的实力对象 可以用for 团卖最挑 你自己定义的类 创建出来的实力对象 可以用for的话 你在你定义的这个类里边 额外添加一个方法 那将来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方法是哪个呢 对了 if iturble方法 self 它是一个实力方法 那这里边写什么 咱先不管它写什么 好 咱们 我这里边是不是写了这个东西了吧 我写了这个东西 那么看看此事能不能有它了呢 此事它还不行 但是呢 错误提醒不一样 你发现了没 原来它是说了 你的那个for后面 e的那个后面 那个对象 它不是一个可以迭代的 但是呢 现在 itur itur return 是non 什么什么什么 non type 是不是反回来的 是不是这个non类型 什么意思呢 你注意看 你注意看我这儿 我接下来呢 把这个german 打印先平掉 接下来我先验证一个点 我先验证一个点 我在 我按两个小记 我回到第一行 我在这个地方呢 from collect collectsense collectsense 是这么简 如果要是忘了 就过去用那个iPad 交互模式 你看一看就行了 因为它有这种补权 import 多了个i collectsense 然后import谁呢 iturable 把这个导入 来 我接下来验证一个东西 我print 然后is instance 然后 判了谁呢 判了classmate 然后后面写上 iturable 好了 这个地方啊 咱们加上一个说明 加上一个说明 判断 这个classmate 是否是可以迭代的对象 如果返回值为处 请问同学们 是不是就打印这个词了吧 我这个地方写度号 为什么不写百分号啊 为什么不写百分号 如果你再去打印一个东西的时候 这里边是用的百分号 那么言外之意思 你想要得到一个图刷 但是如果你要是这个地方 来上一个度号 那言外之意思是什么呢 你把这里边的东西 当作一个远组来对待 度号左边 是一个远组的一个数据 那度号右边又是一个数据 听懂我意思吗 也就是说 如果我想用print打一个东西 我里边不想写度号的 那么将来前面一定是一个读书 一定是这种情况 往往都是这种情况 那么如果我想打印这个读书 并且我想打印后面这个数据类型的 打印它的值 它值爱值什么是什么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就直接用度号可开 在这里边不用写百分什么 能理我意思吗 不用在这里面写百分什么 直接写度号 这是一个圆组的一部分 这是圆组的另外一部分 那么整体他们是一个大圆组 能理我意思吗 好了 直接打印 来咱们试一下结果 怎么着 是不是我一错 好了 那么如果我要此时再把这个方法再给你平掉 你看 把这个方法再平掉 大家再看 这是什么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我用否循环的话 他不是说了刚开始的时候 他不是说不让我用否循环吗 因为我这个哥们他并不是可以迭代对象 我怎么保证一个哥们是一个可迭代对象呢 这个地方 我加上一个说明 加上一个说明 把这个去掉 去掉 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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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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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实现 Ata方法 能力委层吧 就是你只要有这个Ata方法 你即使这里面不写在码 那么将来它里面这个值是不是已经变成了初啊 那变成了初呢 那么也就是说它满足了最基本的for循环的一个条件 好的嘛 那么将来再继续 那么为什么你满足了最基本的条件 它还用不了呢 什么 大家是否想过一个问题 咱们在用for循环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 就好像咱们for循环后边是一个对象 咱们没取一个的时候 按理说是不是有个东西是不是来记得它 你接下来是不是已经取到了谁了 我打个比方 我呢现在有个列表 112233 我用for循环来取 大体的方式是for temp in 就是那个列表 比方说这个列表呢叫做numbers 那么我印numbers 那么你print或者是你接下来干什么 这个就省略了 那么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 基本上咱们大体上的菜也能猜得出来 应该是你每for循环用一次 它从这里边取一个 接下来你再去用for循环的时候呢 它应该是根据你上一次取的值 是不是取下一个 好像是不是有个东西来记录的 你接下来是不是应该取谁 是不是一个道理了吧 那么也就是说 对于咱们这个类串出来的对象呢 它已经是一个可以迭代的了 但是呢 他们并没有一个人来给你记录 你接下来是取老王 还是取老二 还是取老三 还是取谁 是不是它并没有一个东西来记录吧 你就像人家 人家多多少少的一定是有个东西来记录 但是你创建出来这个对象 它没有东西来记录 那么怎么办呢 第一步 想要让这个东西创建出来的类 可以用for计划 第一步 实现it方法 仅仅实现it方法还不够 it方法有一定的要求 这里边必须返回一个对象的引用 返回一个什么样的对象的引用呢 这个对象 它里边除了it方法之外 还有一个叫做net方法呢 类那创建出来对象 那就可以了 什么意思呢 大家说一遍 想要用for循环 它必须是经过一个这样的过程 第一个 先看看你后边这个对象 是否是可以迭代 我怎么判断一个对象 是否是可以迭代 基本的讲 你只要能有这个类 只要有这个方法 是否它一定是可以迭代 好了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这一个方法是否返回一个具有it方法和net方法对象的引用 好了 现在这个对象 这个方法不是啥也没返回吗 那么也就是说 咱们必须先得返回一点东西 咱们必须先得返回一点东西 OK 把它抹掉 返回一个什么呢 就返回一个什么呢 return返回一个对象的引用 我这个地方我用叉叉叉来线表示返回一个对象的引用 好 咱们我刚刚说过 这个对象应该有什么方法了 有it方法 honest的方法 你只要返回个这样的这个对象的引用就可以了 好了 我再定一个类 比方说我定一个类叫到class class叫ater 这个 然后呢 它是object 你继承又不继承都行 这里边必须有什么呢 必须有 对Color必须有ater方法 self 对吧 这里边干什么呢 我现在不确定 那它必须有个什么方法呢 叫做nest的方法 nest的方法 好了 写上这个东西 那么 通过这个类 通过这个类 创建出来的对象 就可以当做这个东西的返回子了 能类为什么 请问怎么多呢 让这个类和这个类 有一定关联 咱们怎么多呢 这个地方请问需要个什么了 就是我现在选中叉叉叉叉 这个地方需要个啥呀 是不是需要一个具有 i associations方法和具有 net的方法的一个对象的一个引用 那么我只要在第13行这个位置 我跳到最后边去 跳到最后边去 大A跳到最后边去 然后给他删掉 换成class 然后it writer 那么请问这意味着什么 我写上一个类的名字 这意味着什么 是不是创建了一个这个类的一个实力对象 我接下来把这个实力对象的引用再返回 请问按理说是不是 他就具备了 咱们刚说的这个东西了吧 OK 他就具备了这么一个东西 那么也就是说 只要咱们在这个类里边实现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里边 然后return一个对象的引用 这个对象里边必须有什么就行了呢 必须有这个和必须有这个 那就可以了 这么说能理解了吗 那有了之后 那么for循环理论上讲就可以实现了 但是咱们不要忙着去用for循环来去做 我接下来先教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东西 咱们去验证验证 咱们去验证验证 好咱们在第24行的这个位置 请问是不是得到了 通过这个类是不是创建出来的一个实力对象 那么这个对象是一个什么 可以迭代的对象 那么我怎么取这个对象里边 他这个哥们的那个返回值呢 只要你在这个位置 通过ater函数来去调用classmate 这个实力对象 这个实力对象 那么他的返回值就是这个方法的返回值 再说一点嘴听啊 不要绕 不要绕 简单点想 我简单给大家说实验过程啊 嘴听了 这个地方你一定要听 把这个实验过程给大家讲一下 当我在一个代码里边 看着一个for循环的时候 他到底干什么 你把这个理论单击下来好多了啊 for temp in 比方说 xxxx 下回线object 这是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是列表 远走对点就好 s什么是什么 那么这里边的代码呢 我也可以pass成对了 那么接下来他是怎么做了 1 1 判断 xxxx 下回线obg 是否是可以迭代 可以迭代 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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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同妈 怎么判断一个对象 是否可以迭代 as instance 只要犯了 它的反位置为处 是不是可以迭代了 那么如果我想自己定一个对象的话 只要保证我这里边有这个方法 请问他将来判断 是不是一定是成功的吧 那么判断是否是第二个 在第一步啊 成立的情况下啊 成立的前提下 调用 A 调用啊 A 函数 得到 这个啊 得到 xxxx xxobg 对象的啊 nest 方法的返回值 请问第二波 我刚刚这个地方把这题的稍微小了啊 第二波 我刚刚才说了什么呢 第一波 先判断你的这个东西 是不是可以迭代了 是 第二波 通过A 通过A 函数 来得到你这个东西的返回值 那他会调用他的哪一个方法呢 他自动调用他的A 这个这个方法啊 他会自动调用他的这个方法 那么啊 这个地方啊 不是 nest 是A 调用A 方法的返回值啊 就得到A方法的返回值 那么得到了这个返回值之后啊 这个地方呢 我再写上一句啊 第三波啊 在得得到了啊 这个 就这么说吧 一条 方法的返回值是一个迭 迭代器啊 一条方法的返回值是一个迭代器 好了 我给大家通俗的用图画一遍 没有说这样 当我看了一个for循环的时候 第一波 这个哥们是一个可以迭代的对象吗 我打一个比方 我就以这个为例啊 以这个为例 我再给大家说一遍 for temp in class mate 好了 他们来 我以这个为例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来 for 后面的这个东西是谁呢 请问 是不是这个实力对象呀 好了 是这个实力对象 我第一波 这个实力对象 是一个可以迭代的对象吗 请问我怎么判断 他是不是可以迭代的对象呢 他的代码里边 for循环里边的代码 他自己实现了 不用再判断 他首先会判断 判断这个地方 是不是可以迭代的对象 怎么判断一个东西 是不是可以迭代的对象呢 更直白的讲 对于咱们程序而言 只要你这个对象的类 就创业这个对象的类里边 有这个方法 那么将来 他一定是可以迭代的对象 即第一步 一定满足 能力也维持吗 那么第二步 调用iter函数 来得到这个函数 他里边的反汇者 好了 直白一点讲 当你调用iter这个的时候 实际上他就把class meat放到里边传递 那么这个哥们 他会干什么呢 大家应该知道 魔法方法 还知道这个事情吧 魔法方法意味着什么呢 当我创业一个对象的时候 他会调什么 当我创业一个对象的时候 他会调什么 那么同理 当你用iter函数 把你这个对象 放到里边去的时候 他会自动 调用你这个函数 调用你这个方法 那么调用你这个方法 请问他这里边 是不是一定有个返回值啊 那么返回的这个值 就是那个迭代期了 一个对象里边 有iter方法 叫可以迭代 如果这个方法 返回了另外一个对象 但是偏偏这个对象里边 既有iter方法 也有nest的方法的话 那么咱就把 返回的这一个对象 就称之为迭代器 能理解我意思吗 只要有了迭代器 接下来 否循环 直白的讲 就通过迭代器里边的 nest的函数来曲折 通过nest的函数来曲折 好了 再来一遍啊 别晕 别晕 这个地方了解 了解啊 我给大家画个图 当我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怎么理解 请问他吗 来咱们来一遍 别困啊 困了我点名了啊 这一步怎么理解 第一步 你这个对象 是可以迭代的对象吗 我怎么判断 这里边有没有这个方法 有 OK 是 第二步 我调用ata函数 来去把它扔到这里边 去取它里边的某个值 它会自动调用哪个函数呢 调用ata方法 那么ata方法 接下来执行 请问同学们执行 我在里边只有一句话 return return 请问一定是不是先要执行 return右边的东西 把右边的东西的结果 是不是才就return了吧 那么我接下来写上一个 类的名字 写上他的类的名字 扣起来 请问是不是创建了一个实力对象 那么我接下来return 后面写上了这个类的名字 扣起来 是不是也言为自己 不就相当于把这个对象的引用 是不是返回了吧 好了 返回了这个对象的引用 自本来讲 是否也意味着 是得到了这个对象的引用啊 得到了这个对象的引用 实际上for循环接下来 就会调用他的nest的方法 调一次取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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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for循环接下来 调一次他 你给我一个 放在type里边 答应 调一次for循环 调一次他 给type答应 也就是说 我每for一次的时候 都会从这个nest 就都会调一次nest nest返回什么 就给type什么 我再调一次 他还是调一次他 返回什么 给type什么 我就用什么 nest连续我意思了吗 那么延维之一是 明明我创建的是这个对象 我把这个对象的引用 放在后面去了 但是最终在实现的过程当中的时候 你这个方法返回的是哪一个对象的引用 那么将来 在for循环整个循环的过程当中 他就调用这个 返回的对象里边了 这个方法 听懂我意思吗 最终这个返回什么 for 看见什么 听懂我说什么意思了吗 大体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大体就是那一个过程 好了 那么同学们 接下来我咱们给大家 手动演示一点 我怎么得到 我怎么得到 我为了这个 咱们大家呢 把这个代码看得更清楚一点 这个 删除 然后把这个屏幕变大点 接下来做一件事情 接下来做一件事情 咱们爱着来去判断判断 好同学们 请问这个哥们是个什么呢 可谍的对象 怎么验证 它是一个可谍的对象 咱们刚刚这个地方 是不是已经验证了吧 已经验证了 那么我接下来 怎么得到这个可谍的对象 它的返回值 几迭代器呢 通过 Iter方法 把classmeat 按了我刚刚给大家说了 把classmeat 放到里边去 请问这个哥们 是不是按理说 是不是就返回了一个迭代器啊 好了 比方说classmeat 然后 Iter Iter 放在这 我同时来 那么我歪歪 然后我屁下的 判断classmeat 然后下发现 这个东西 是否是 什么呢 是否是 迭代器 迭代器 好了 怎么判断这个哥们 是不是迭代器呢 判断一个东西 是否是可以迭代 用 Iterable 那么判断一个哥们 是否是一个迭代器 咱们怎么做了 这么做 YYP 在最后呢 换成OR 请问ER和OR 在英文单词里边 是不是表示 什么什么人 或者什么什么者 对吧 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呢 换成他 第32 32大G 跳过去 然后呢 换成他 如果 这个返回直为处 验证了 你这个对象 是可以迭代 只要是 只要是你的342行 这个哥们 返回为处 请问又验证了什么呢 验证了 是不是咱们 这个哥们得到了 确定 是不是一个迭代器 对吧 这个迭代器 咱们验证一下 他说了 判断什么什么 是否是一个迭代器 他这个地方 为什么打印了一个Force呢 咱们看一下 为什么呢 第32 32大G 我写出了一个单词 32大G 那么这个地方 他是应该有个H 有他 没有写完 大家看 是不是就验证了这个道理了吧 那么验证了这个道理之后 那么咱们接下来干什么呢 既然你已经得到了迭代器 同样 咱们接下来 是不是想方式法 是不是调用他 就让他产生一个值 是不是就行了 那么怎么办呢 嘴看了 我如果把这句话删掉 换成一个return 换成一个11 那么我接下来 怎么才能去做这件事情呢 我怎么才能去做这件事情 nest 掉这个nest函数 它会自动的 会调用你指定的nest函数 里面这个对象的这个方法 掉这个方法返回什么 咱们就print 把它打出来什么 好了 打一次 他们啊 我再说一遍 可叠的对象 是他 我掉nest函数的时候 调用他 他得到了 是不是这个对象的引用 那么我得了这个对象引用 我不是放在这了吗 那么请问说的更通俗直白点吧 这个对象 是不是就是这个立场间的呀 那么我得到了这个对象之后呢 我调用这个对象里面的nest的方法 就是我通过nest的去调用这个对象 他此时会自动调用他的nest函数 nest的方法 nest的方法会返回一个值 返回的值就放在这个地方来了 再说一遍 我调nest的时候 他就会自动调他 他的返回值就当做我的返回值 能得以为是吗 来 执行一下 看看 看看屏幕上是否有个实义 没有问题吧 那么 对吧 那有个实义的吗 你想干什么 有个实义 有什么卵用 你看到我的头吗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果我要是4循环 请问我现在写的是谁呢 我现在是不是写的classmate了吧 刚刚我是不是手动给你把他的迭代器 是不是给你取出来了吧 我正常情况下 这些代码单都没有的呀 那么正常情况下 这些代码单都没有的 那么言为自己是什么呢 我把这些代码平掉 看看效果 接下来把这就要平掉 那么我接下来领服务情话 创建一个对象 往里边添加了三个信息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通过服务情话 也取 我为了能够取得慢一点 同样 我接下来干净什么事 time 一秒钟我取一个 我给你演示一下现象 import time 好了 情况下 请问我派了三 他说names is not defined 也37 37加上37 加后面要有个空格 对 加37 加37 写成names 因为是names 为什么每秒钟都在取实验 为什么 为什么 对 这就是我刚刚跟你说的那个过程 他才取的实意 对吧 好了 来 咱们再把这个事情再来一遍 你基本上这个就通了 再来一遍 我说了 当我真正的开发的过程当中 我往往出现一种场景 我创建了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里边有个属性 这个列表里边放了很多东西 比如说 创了一个对象 我登登登登 往里边添加了很多东西 那我能不能用for 取这个对象里边的值呢 可以 第一步 在创建这个对象的类里边 必须实现it方法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ater方法 必须返回一个 迭代器的对象 什么是迭代器呢 只要这个类里边 有ater方法 还有net的方法 那么咱就称这样的类 串出来的对象 就叫迭代器 它的一大特点 可以去取里边的值 好了 开始 当我用for循环 去取的时候 首先第一步判断 classmate 是否是一个 可以迭代的对象 请问 这个对象里边 有ater方法吗 有 是不是呢 是 第二步 会调用ater方法 ater函数 来去取 这里边的这个方法的反规值 没错吧 好了 第二步 调用它 它的反规值是谁 接下来for循环 就调用这个对象的net的方法 我每for一次 我就调这个对象里边的这个net的方法 net的方法 返回什么 给内蒙什么 能列为一次了吧 那么将来 我取一次 取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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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同学们 这个事情是不是就取完了吧 那么 有人就说了 东哥你这取十一 有什么卵用 一点卵用都没有 你取十一的话 那么请问同学们 我就问大家个问题 我接下来取十一 是没有用的 但是我最终想取什么 我这个地方 我最终想取什么 我这个地方 如果能看到老王 王二和张三 那么这个过程 是不是就实现了吧 那么我怎么办 还能取到老王 王二和张三呢 请问 for循环 每循环一次 掉一次net 每循环一次 掉一次net 没错吧 那么我只要想方式 把我在这里边 把老王 王二 张三 每次返回一个来 请问对中国 是不是就实现了吗 问题来了 在这一个方法里边 怎么才能够的 这个对象里边的 这个列表 你说尴尬还是不尴尬 对吧 怎么才能够到呢 同学们 如果我在调用这个方法的时候 你不是肯定return吗 你这个地方不是相当于写上我的这个类名 你现在是不是要创建我这个实力对象呀 我这里边想要用 我想要用你的列表了 我只要能够够到你这个对象 请问我这里边是不是就能用你的列表 我怎么才能够到你 在创建的时候 这个地方如果写上一个对象的引用 那么我接下来存起来 请问我这个方法 是不是就可以取这个对象里边的引用里边的东西了吧 那么沿尾这一是什么呢 你在这个地方 你在这个地方 看我这儿 我要保存一份 我再来一遍 Copy01 01 然后呢 2 VM02 VM02 好了 那么你看到我这儿 如果我在创建这个对象的时候 我把self放到里边去 请问这意味着什么 把我自己的引用 是不是给了你一份 给了你一份 那么请问这个地方一定有个方法来结束了 对吧 什么方法 地方 init的方法 那么self里边写了什么呢 比方说写上一个叉叉叉叉叉叉叉 你随便写了什么 比方说我这个地方就写上了一个 obg obg 你写什么都行 obg 请问此是指向谁 是不是指向你刚刚你这个对象了吧 指向你这个对象 好了 那么self.obg 等于obg 那意味着什么 我找了一个属性 是不是指向了这个创建出来这个实力对象了吧 好了 我给你拒拒啊 别晕了啊 别一传就晕了 看着 看着啊 我就个力道 当我执行这一步的时候 我可以画个图创建了个实力对象 实力对象啊 实力对象 classmate 创建完了 请问他吗 我创建完之后 他一定会调用他的引力的方法 这里边是不是一定会有个东西的吧 请问叫什么 self.name 这里边是不是一定指向了一个谁啊 是不是一定指向了一个列表吧 学过吧 学过面向对象啊 我们看到好像就没学过一样 那么在这个地方 大家看着 我这句话创建一个对象 创建完对象的时候 是不是他的引力的方法 是不是自动会掉啊 调完引力的方法之后 这里边是不是有个属性 这个属性是不是指向了这个列表啊 没法吗 好了 当我接下来用for循环的时候 你不是说了 他一定会自己是调用at方法 调用at函数取你里面的这个方法的反汇值吗 好了 那么请问同学 这个方法是不是一定会自己调用 这个方法在调用的过程当中 我写上这个类名意味着什么 我想上这个类名意味着什么 是不是又创建了另外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是谁创建的呢 实力对象 classmate 叫这个at 请问可以吧 没问题 那么请问我创建完之后 我创建完之后 我把什么东西扔给了他 我把什么东西扔给他 我在创建的时候 把这个对象的本身的自己 这个简图是不是扔给了他吧 他如果想要能够得到你 怎么办呢 在他的引力的方法里边 你找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指向 他是不是就没套了吧 找了一个self.obg 这个obg 这个obg 这个变量 这个属性指向了谁啊 是不是指向了是不是这个对象吧 好的吗 你 剁完 这些事情之后 请问我是不是得到了这个对象的引用 我得到了这个对象的引用之后 我接下来我每for一次我会调这里边的谁了 他这里边是不是有个叫做 是不是nest的方法呀 我每调一次我的for循环 他的这个nest的方法是不是就会调用啊 那么请问他这里边原来反回的是11 反回11点毛用都没有 对吧 这想反回谁就有用了 是不是把这个对象里边的这个列表里边的那个老王 那个王二那个张三返回是不是就可以了吧 请问这里边就把11反了什么 self self.obg.names0 那请问我问个问题 这是反回什么 是返回的self.obg指向的对象里边的这个列表里边的第0个元素 没问题吧 那么取到之后 请问同学们接下来我的for循环是不是按了说 是不是就打印这个字啊 来接下来看着啊 试一下 我把这个地方 我把我原来写的11 换成我刚给大家说的这个点 换成self.obg.names0 那么将来咱们看看取的是谁 他每次取的老王 每次取老王 这个程序差不多能理解了吗 接下来花两分钟 你先把我刚刚写的这些先搞明白了 接下来我再带着咱们大家继续往前走 两分钟通知之间必要讨论啊